近一段时间以来,外交部持续推出签证变略化措施,不断改善外界人士来华的体验。 一年以来,我们同新加坡、泰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安迪瓜和巴布达、格鲁吉亚、所罗门群岛等六个国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。 目前已经同25个国家实现了全面互免。 我们还参照其他一些国家做法,先后对法国、德国等29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 截至目前,中国已同157个国家和地区递接了涵盖不同护照种类的互免签证协定。 此外,外国人还可以通过过境免签、邮轮免签及赴海南岛等特定区域免签政策来华旅游或开展商务活动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